通过《雀书云》的描述 我们得知 依据仁寿当地史料记载 南宋年间 宰相于端礼 曾在峨眉僧人的陪同下 巡游龙岩寺 当时的人们曾将这一事件 记录在了寺内的石碑上 难道那些神秘出现的字迹 真的会是宋朝宰相于端礼 所遗留下来的吗 既然村民下师坚称 自己在龙岩寺的石碑上 看到过自己 那么 刻在石碑上的字迹 又为何会消失不见呢 难道真如村民所言 神秘出现的字迹 是菩萨显灵所导致的吗 带着巨大的疑问 黑龙滩管理处工作人员陈吉双 开始在龙岩寺内展开调查 但是历经数日 陈吉双并没有发现 传闻中刻在石碑上的字迹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 管理处的清洁工谢苗在清扫龙岩寺佛像的时候 竟无意间发现了石碑陷字的秘密 这年六月的一天 谢苗和同伴像往常一样 早早地来到龙岩寺内清扫佛像 谢苗爬到佛像后边清扫灰尘 他用抹布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佛像 然后接着擦拭佛像一旁的石碑 就在此时神秘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在抹布潮湿的擦拭下 石碑上竟然显现出一行神秘的文字 以前很多人有时时候能看见有字 然后有一时候就没字 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去做清理 然后用湿毛巾擦那个墙壁 然后就看见那个字慢慢地显现出来了 后来我们发现只要那个墙壁一遇水 它上面的字就会慢慢地全部显现出来 清洁宫谢苗的发现 揭开了龙岩寺石碑藏字的秘密 原来神秘的文字只有在石壁浴水后才会显现出来 由此我们推断 当夜村民下施 一定是无意间将水洒落在石碑上才看到文字 而村中世代流传的菩萨显灵的说法 此刻也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每逢在阴雨天气里祭拜的人们 因为空气潮湿会看到石壁上显现出文字 而当天气晴冷空气干燥的时候 在庙内则无缘看见这一器官 因此村民们会把这种现象误认为是佛祖显灵 那像现在的话我们会看到一面石壁 上面什么都没有 但待会稍微等一下我泼完水过后 那就会出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在现场我们看到 随着流水泼洒在石碑上 石碑上的文字渐渐清晰可见 那就是为什么这块石壁它是一遇水就会限资呢 至今现在九百多年了 它也是个名像成都呀 有很多专家很多考古学家都来采集过一些样本 但是现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那个解释 石壁上显现出的文字为楷书字体 内容为宇思云前道五年 鹅梅杨继尤 御氏公刚明英烈之气 那么这些石壁上的文字究竟有何含义呢 文字中所记载的御氏公和杨继尤又会是谁呢 优优独播剧场——御氏公 小字是欧梅杨继尤 大字是御氏云前道五年冬氏月 第二排大字是御氏公 刚明英烈之气 这边有排小字很清楚的就能够看得到 它是落款式写的是欧梅杨继尤 它说的是欧梅杨继尤 陪同我们人手的城乡 余丞相 就是说后边是他的来意和时间 他刚明映了 就是说他一生清整 他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通过雀书云描述我们得知 石碑上出现的文字 与人寿地方史料中 关于余丞相巡游龙岩寺的记载 不谋而合 那么这些古老的文字 又为什么会在石壁上实隐实现呢 莫非是书写文字的材料比较特殊吗 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道理呢 他把墨盘一放好以后 把这个书架放好以后 那个不小心 那个就出去了 出去了以后呢 这个传说是乌龟在上面 伤到这个鸟在里边 因为祖先卑卑的传说乌龟鸟 他把墨盖起以后 他这个能够传实 在陈吉霜的描述中 我们得知 在人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 余丞相巡游龙岩寺的文章 乃是出自宋代著名画家文童之少 而文童正是宋代大文豪苏氏的表兄 相传 当日文童在研磨之时 有一只乌龟在他的墨盘中撒了尿 传说乌龟尿可以穿石 因此写在石壁上的字迹会时隐时现 那么石壁上时隐时现的文字 真的会是因为乌龟尿的原因吗 乌龟本身是一种单孔木生物 所谓单孔木是指它的排泄生殖 全要靠一个通道来完成 它的排泄物不可能具有太强的穿通能力 因此石壁限制是因为乌龟尿的说法 并没有科学依据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曾经报道过 在浙江省舟山市一座老斋的墙壁上 每逢泼水 墙壁上就会显现出一幅神秘壁画 那么石壁藏字和古宅壁画 是否会有一举同工之妙呢 浙江珠山百年老屋经现离奇壁画 刚才还是一片雪白的墙面上 当我将水拖在墙壁之后 现在珠山一座攻击 壁画中的年龄 能否揭露藏字壁的秘密 用磁灰水来刷墙地 来保护这个壁画的人 应该是去科学技术 不要走开 X动漫 悬念正在升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